不好意思啊 打扰大家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的 同学们不好意思啊 我有事先走 别坐别坐 严总难得大家光临 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快请坐 严总 快请坐 请坐请坐请坐 好 严总 你是怎么选我们星辰 做你助理的呀 我第一次见到聂秘书 他就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才把他 从远达聘请到伯爵的 那严总 你不会对我们星辰 又燃起感情了吧 没错 这有什么问题吗 星辰 你怎么都没 跟我们说一声啊 这严总 不是和珍念在 你是 我是星辰的老同学 朱薇薇 朱小姐 应该感情生活 很幸福才对吧 不然怎么会这么关心 别人的感情生活呢 严总 严总 大家都是同学 开几句玩笑 你别往心里去 我敬你呗 这么多年 难得你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 对啊 还希望你能 在篮球场见到你 我见过你吗 你认错人了 聂秘书 聂秦 聂秦 刚才她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你不用在意 那你为什么要着急 带我离开 我跟她大学时期 关系不太好 我怕她知道你的身份 会乱闯话 她刚刚为什么说 她见过我 她认错了 好 那我回去让她 仔细回忆回忆 不想让我去 那你告诉我 一个不去的理由 因为你们长得很像 因为你长得像我的初恋 所以我才会对你比较特殊 聂秦 你当我傻是不是 我说的是实话 你爱信不信 好 照片给我 我亲自确认一下 照片我已经全销毁了 但我从来没有忘记它 你的意思是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 跟我长得很像 连生活习惯都一样 遇见你之前 我也不信有这样的事 所以在你眼里 我只是一个替代别 聂星辰 有生以来 第一次有人这么对我 我就把一次 五月 一随便 在两城 那我装着 三城 两城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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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